整个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吧 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看明白 也许看不懂 但是如果想看明白 看这个电影 可能对古印第安的文化 对印第安人 特别是有一个叫托尔特克 在墨西哥中部 有一个城叫图拉 距离墨西哥城 大概在8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叫图拉的一个城 它就是托尔特克文明的起点 一个文化起源 托尔特克人是什么人呢 他是一群科学家和艺术家 组成的一个社会 这些人呢 很崇尚艺术 崇尚科技 崇尚研究 他们最早可能说是 在当前的美墨边境居住的一区 但是呢 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技术 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征服 其他的部落 他们来到了南部 但是后来慢慢 因为他们太过于 崇尚自己的技术 崇尚灵魂的修炼 崇尚艺术 而被现在太阳金字坛的 这个阿斯特克文明给灭掉了 他们重新的一支呢 再次逃回了北部 当前美墨边境这附近 也就是现在唐旺的那一支 第23代 唐旺的这个文化 本身也就是托尔特克文明 我们简单的回顾 总结一下这个电影中 一些精彩的片段 最开始有一个场景 就是壮壮压着那个小混混 问他详细的地址 想通过他来找到阿曼娜的时候 小混混告诉 壮壮说阿曼娜在桥上 阿曼娜本身就是桥 阿曼娜又不是桥 桥在哪里呢 桥就在那里 它是桥 它也不是桥 我们看不见桥 桥还有洞 水洞精灵 还有精灵 这几个东西呢 是托尔特克文化中 一个比较经典的东西 它的桥 可能不是我们理解的桥 就像中国文化里有个奈何桥 那个奈何桥是什么桥 我们能不能看不见 我们能不能摸得着 但是它能度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那个桥 也许你可以想象成那个奈何桥 或者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桥 人不要被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迷惑了 桥其实不是桥 这个桥还可能是一个洞 它是和我们和宇宙相连接的 如果你对唐旺基本书去了解的话 他在看到同盟的过程中 他在看到宇宙的过程中 他都看到过桥 但是如果他不小心走上桥 他可能就死在那里 也就是在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大壮二壮过去了的那个桥 但是只有大壮回来了 其他三个人都到了桥下去了 因为他们的力量可能不足以支撑他们回来 托尔特克文明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是叫动的理论 动不是我们认知是世界的动 而是你可以理解是有黑洞 是光的洞 而声音也有他的洞 人有自己的洞 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 天灵盖上有一个洞 还有一个肚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洞 我们天灵盖其实那个地方叫缝 是骨头的裂缝 后面阿曼达和壮壮在医院谈话的这段 也大家可以看到 说这个射线 这个磁力线要穿过人的洞 才能进入他的灵魂 但是因为前面也有一个和壮壮同名的人 他们尝试过把500年前的这个八只脚的人进入他的身体 但是那个人有很深的恐惧 恐惧包住了他的这个缝隙 磁力线无法穿透 其实在这里要聊一下什么是恐惧 恐惧是人保护人的最深最深的那个盾牌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恐惧 可能他需要有巨大的能量 如果在你的能量和力量没有巨大的过程中 丢掉了恐惧可能会死得很惨 而壮壮可能就是没有恐惧的这种人 所以呢 他很轻易的被穿透了他的裂缝 人还有重要的一个洞是肚脐 我们的生命是从这里开始 当然我们的生命也是从这里结束 但是在这个洞中住着一个东西叫意愿 如果我们能用意愿来平衡死亡 平衡力量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永生的地步 我们可以聚散能量 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聚合物 在托克的动物文化中呢 他其实讲着各种洞中住着有三种精灵 哪三种精灵呢 第一种是沉默精灵 第二种恐惧精灵 第三种力量精灵 我之前在一本堂王的一个习系里讲过这三种精灵 我们身边特别多的是沉默精灵 也就是每天浪费你生命浪费你时间的人 可以都定义沉默精灵 他们只说废话 不给你带来任何东西 只是拖着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生命 还有种恐惧精灵 你可以更多的把他思考人类路边被打劫了一下 被偷了一下 他们其实不会来影响你的生命 只是偷走了你的一些东西 抢走了一些东西 吓你一下 这叫恐惧精灵 但另外一种就叫力量精灵 那这本电影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那个用骨敌 那个骨敌呢 其实就是一个精灵捕捉器 而他召唤来的叫力量精灵 或者你也可以叫通魔 甚至可以变成你的生命 也就是他能通过缝隙进入你的灵魂 就像壮壮最后就被他进入了 他是一个力量 他有无穷的力量 但他可以杀死你 但是你是谁 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呢 这里还讲了 不要轻易用精灵捕捉器来召唤力量 召唤精灵 但是 唐安告诉了我们一种 如何去面对精灵 面对力量精灵 面对这个同盟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要怕 看着他 用你的双眼去盯着他 或者和他去搏斗一番 把他摁倒在地 嘲笑一下他 然后放走他 你不可能打死同盟 你也不可能结束他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把他摁倒在地 可以去盯着他 去嘲笑他 然后转身而去 不留下一片云彩 同盟也就继续离开了 这中间有一个女孩 也就是壮壮的女儿吧 不知道是不是 电影中出现过 没有出现过这个阿玛纳的父亲 但是只出现了 壮壮和阿玛纳的妈妈 在交配的几个场景 最后电影最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女孩就是一个天生的战士 也许是壮壮基因中有战士的血脉吧 她的眼神就非常安静地做这一切 而壮壮后来就经常做噩梦 同样的噩梦 孩子 车子 恐怖的场景等等 其实电影中 这个黑影 这个恐怖的东西 它更多的可以叫力量 叫同盟 或者叫知识 都一样 人要作为一个战士 作为一个战士 就要去面对这些恐怖 面对知识 面对力量 而不能仓皇逃脱 不能放纵于自己的坏的习惯 放纵于自己的恐惧中 这个就是驱客人 也就是这个电影的中心 就是空心的人 如果你没有灵魂 驱客人是没有灵魂的 你的灵魂随意的 就会被其他人牵制 而被注入其他的人的灵魂 明白吗 他们的日常没有好 习惯 而是随意玩弄人生的 这些驱客人 都是随意玩弄人生 他们的态度 他们贸然去召唤精灵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很多人生 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是不用付出代价的 也就是玩弄而已 其实我们的一生 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只是你在主动学习 还是被动学习的 明白吗 没有不付出代价 而得到的免费的知识 当你准备好一切 可以得到的时候 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智慧就来了 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 你面对知识 面对力量的时候 可能得到的就是恐惧 死亡等等等等 但很多时候 那是身体的死亡 能量的消散而已 其实你的灵魂还在 但灵魂会在哪里 你自己永远都不知道 你自己 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其实这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这种 暗藏的精灵 或者叫力量 都在我们人类的周围 其实我们不能感知也一样 或者可以称他们是暗物质 但是我们要尊重他们 我们要配合他们 我们要和他们合作 在桥上 这个黑魅呢 这个角色 很容易体现的就是 拿瓜尔准备好了 但是到那儿没有准备好 他不够完美无权 他的力量还是不够的 他学习的知心不够坚定 最后他害怕了力量 他害怕了知识 在玉石里呢 当他同盟的黑影出现的时候 他选择自己捅死了自己 而死得很惨 他把自己的脸捅成了麻风窝 这种自杀的方法 基本上是没有的 没有人见过的 特克邪神 有超自然的能力 空心人 空洞 精灵 召唤精灵 这些呢 大家去了解 对这个电影就非常深的传播 精灵 传道者或者叫传播者 这种精灵呢 通过每个人的洞 可以传递力量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和宇宙直接沟通 但普通人会把这个洞堵死 这样是最安全的 那巫师呢 可以选择打开 你可以用意愿去打开 可以回到 用到超自然的力量 但同时呢 刺激的力量要足够 不然可能会被反噬 可能会死得很惨 洞和桥 都是宇宙传递能量的媒介 但这些不是我们文字语言 描述的洞或者桥 它是能量的获取模式 这个电影最终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自己的理解 不能做空心人 不要做区可人 不要把自己放入极度的悲伤 自恋等等这些状态中去 就像第二男主角壮壮的 他就是一个空心人 他虽然没有恐惧 他有很多的力量 但是呢 他是一个空心人 最后呢 就被作为了媒介 其实字脸是一种很典型的模式 故事一开始 壮壮哈曼达在湖边聊天的 这个非常经典 这世界上没有东西能伤害 主要你愿意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真实的 而我们认为的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太多的东西真实 其实那句话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就像壮壮一直活在 过度的悲伤里面 老婆儿子的惨死 永远是他的噩梦 还有他忙着和阿曼达的妈妈 在交配的时候 他把这两个事情 放在一起来想 他就觉得 儿子和老婆的死 是因为他在外面 偷偷地干了一些 超出伦理道德的事 而造成的 是他自己伤害了自己 而这两件事 有什么联系呢 这是虚假事实 宇宙能量 在这一个点 需要这个事情的发生 去碰撞 这是宇宙能量的波动 但是呢 很多人觉得他自己非常重要 宇宙所有发生的事情 是因为他引起的 最典型的中国的这个祥阴嫂 鲁迅笔下的祥阴嫂 他说他的孩子的死 是因为他不知道 在这个季节狼也会出现 所以他的孩子被狼掏了 他这一生 好像就活在自私里面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躯壳人 祥阴嫂就是典型的一个空壳人 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决定 宇宙能量的波动 我们也决定不了后果 我们只有当下的波动 活在当下 做好当下 你决定不了后果 决定不了宇宙能量的相互碰撞 只要做就好了 唐人说 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走在有心的路上 走着走着一直走着 而如何做一个有心人 一生走在有心的路上 其实这个代价不高 一点的不难 也就是唐人说的 去做一个战士 先练习成为一个猎人 他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的 其实就是你管理好自己的生命 整顿好自己 保持专注 冷静 无情 而温柔 也就是战士的四项修炼 电影中的 这个短发的Amanda 他其实就是一个正面的案例 他就是时常有感知的活着 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知道有清晰的目的 不管你是做黑法师 还是白法师 他都是活在自己有心的路上的 而我们太多的人 是一个空心人 是个驱客人 他们没有目的 他们没有力量 他们抱着随意玩弄人生的态度 没有感知的随波逐流 面对智慧 面对知识 面对力量的时候 他们会仓皇而逃 把自己放纵于自己的习惯中 习惯在恐惧 他们不是惧怕恐惧 而是习惯了恐惧 而且他们不敢没有恐惧 而必须活在恐惧中 这些人呢 随时就会被其他灵魂侵蚀 可能就会随时死 而且连死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死 而在知道自己是谁的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这个场景非常经典 经常说了一句话说 我们总不能去起诉宇宙吧 是这些宇宙造成了这些死亡 其实说句话很对 但警察呢 总会找到一些原因 找到一些害人的人 最后归结为这个世界 把自己看得该死的重要 这件事好像非常重要 就像这个场景里 我妈妈来找到壮壮 还给她带来一个 她最爱吃的中国菜 做礼物 能不能晚上留下来呢 再和她来一次 男女的身体能量的互动 壮壮这时候 可能是找女儿心切吧 她把这事给推死了 阿曼娜的这个妈妈痛苦不已 一个美女送上门 让人干 竟然被拒绝了 当然 按她自己的解释原因是 因为她担心女儿才伤心 可能只是掩盖一下自己 真正的心理而已 这就是每个人 把自己看得该死的重要 她不被重视 她就要伤心 这不是真实的感觉 人真实的感觉从哪里来 什么是感觉 这件事 在这个电影中 也有很深的体现 贯穿电影中 还有几个场景 很重要的一个 壮壮意识的重复一句话 就是我出生在旧金山 我出生在旧金山 她不断地告诉别人这件事 她为什么会告诉别人这件事呢 有人问吗 没有人问 但是你去看了 回不到的伊斯特兰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这本书 很简单就是 我们再也回不去伊斯特兰了 也就是状态 永远回不到她的旧金山了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自己我出生的那个地方 你再也不可能回到那个地方 还有就是这个特别经典的这个场景 就是这个人在教会里这个演讲 他这个演讲是非常经典 也就是人能无限度地去掘取资源 开发利用发展 这个人说的好像挺对的 但这也是黑法师的解释 他解释的没错 他解释的很对 但是你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也就是我们来这个宇宙 我们是学习的需要 就像很多年前说 这世界的煤什么时候会被用完 油什么时候会被用完 但事实证明 这些煤和油是永远用不完的 包括太阳能 你能把它用完吗 其他的电池能 宇宙的能量是无限的给你 你用完了 它就会形容其他的方式 它只是能量的波动而已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人在胡说八道 但是很多的邪教徒 很多的黑法师 他都有很强的一个逻辑 来解释这个世界 但解释的导向性的结果是很可怕的 你要有自主分辨这个世界的能力 你就需要有巨大无限的常识 这个宇宙的资源是永远用不完的 力量是永远用不完的 能量是也永远用不完的 而且特别现在很多那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呀 爱护环境的人士呀 这些人也是跟这个黑法师是一模一样 是一些愚蠢的一个解释 你稍微理解一下 就像你不能去吃狗肉呀 不能去杀个狗和猫而已呀 这些是很愚昧的一种解读方法而已 你稍微理解一下 就知道他们的愚蠢所在 在台湾的体系中 他不断谈到了黑法师这些场景 其实最后在Amanda告诉壮壮的这些 你所做的一切都不在你的掌控之中 你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的人不是你自己的 你的人是宇宙的能量 他说的这句话都很对 但是这句话的反面就是 宇宙给每个人有无限的自由 宇宙可以给你去掌控自己 选择自己的自由 但是呢 也许这种黑法师 这里面出现了 像Amanda就是黑法师的一个典型 他选择了用意愿来控制其他人 法师都可以做到 就像中国很多算命的人 但是他会被宇宙去反噬 他们死得很惨很惨 他可以通过意愿去控制其他人 控制其他人的灵魂 就像壮壮可能就是被控制了 他失去了自由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宇宙的规则 而宇宙的规则是 给每个两脚羊 两腿动物都有无限的自由 而且给了他们思维 给了他们思想 但是你知道自己也去拥有力量 拥有知识 拥有智慧 而不是随便被黑法师去掌控 不是被黑法师去利用 当然这个场景也刚才说过一点 这是在墨西哥现在印第安世界里 还很流行的一个叫密土地的活动 一群人绕着这里 可以吃一滴之参 置换之物绕着篝火 转一个晚上 甚至三个晚上 四个晚上都可能 你要找到和宇宙连接 打开自己的裂缝 你就用更多的无限的力量 当然 每个人需要有自己的 别要的之歌 还有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自己的一个 精灵捕捉器 也就像一开始出现的鼓笛 或者像那些空瓶 去吹响 特殊的声音和宇宙 其实更多的是激活自己的灵魂 也精灵捕捉器 都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让你去看到这个宇宙的动 看到能量的动 看到声音的动 看到光的动 你就能找到能量链接的这个借口 当然很多事情 可能五百年会发生一次 只是你能不能看见 看见不是意愿 看见能穿透宇宙 但是意愿呢 可能什么也看不见 这里的黑法师 这上面出现的大多人都是黑法师 他们不能看见 他们不能真正的看见 宇宙能量的波动 但是他们会用意愿来操控很多事情 人生开始徜徉 应悦司空和尚